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政绩的政治家李光耀的女儿李伟玲的逝世 她在69岁时安然离世 这一消息震惊了新加坡乃至整个亚洲 李伟玲的弟弟李显阳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这一噩耗 并引述了她在父亲葬礼上的道词,显示出她坚强的性格 李伟玲生前一直在与一种罕见的脑部疾病作斗争 并在2020年公开了她的病情 她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最终以悲剧结束 她的趣事让人想起了她与兄弟李显龙之间的公开争执 这场争论不仅涉及对父亲的经验方式 更引发了社会对李光耀遗产的反思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一位在新加坡政坛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 李光耀的女儿李伟玲,她于10月9日逝世享年69岁 这一消息震惊了整个国家 李显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复告 引用了她在父亲葬礼上的一句话 展现了她坚强的性格与不屈的精神 李伟玲不仅是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女儿 也是现任总理李显龙的妹妹 她在生前勇敢地以一种名为进行性和上麻痹的罕见疾病作斗争 并在2020年公开了自己的病情 她的去世引发了社会对李光耀遗产的深刻反思 尤其是她与兄弟之间的公开争执 让人们重新审视如何纪念这位建国领袖 一位凌晨因为凌晨因为对李光耀纪念活动的过渡化表示反对 这在新加坡这个言论受到严格控制的社会中 无疑是一场引人注目的内部争论 她认为李光耀的成就不应被神话化 而是应该忠于她的真实意图 这场争论让新加坡人民思考 如何在尊重历史与避免个人崇拜之间找到平衡 李伟玲的逝世不仅是她家庭的损失 更是新加坡社会的一次大思考 她的声音将永远影响人们对李光耀的纪念 并为新加坡未来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反思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李伟玲这位坚韧不拔的客家女子 于10月9日早晨在家中安然离世 享年69岁 李显阳作为她的弟弟 亲自在脸书上发表复告 悼念这位姐姐 她在复告中引用了李伟玲与李光耀 诗人葬礼上的一段道词 我不能崩溃 这简单却有力的一句话 深深刻画出李伟玲在家人有顽强不屈的形象 而相比之下 李显阳承认自己在景象 李显阳承认自己在姐姐面前 始终显得不够坚强 李伟玲不仅是一顾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女儿 也是前总理李显龙的妹妹 然而与她的家族背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她并没有活在父辈的光环下 而是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作为一名杰出的医生 她在医学界展露头角 同时也是一位在报界颇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 然而命运并没有眷顾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性 2020年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了自己患有进行性和上麻痹的病情 她详细描述了这是一种严重的脑部疾病 起初症状类似于帕金森综合征 逐渐影响到身体的运动能力 眼球的快速运动和平衡导致患者容易跌倒 最终面临吞咽困难窒息肺炎和死亡的风险 她的病情在去年3月被李显阳透露为非常不好 在李伟玲去世后 李显阳在复告中表示将很快公布她的藏米细节 并希望外界能以捐款的方式替代花圈将新意转交给新加坡的慈善机构 如加诺沙船教会、帕金森士病协会 以及臭鲁Wellbeing NextG因为这才是对李伟玲来说更有意义的纪念方式 李伟玲的去世让人不由地回想起2016年李斯家族内部的真理事件 当时李伟玲在公开场合批评她的哥哥李显龙领导的政府 指责他们借纪念李光耀之名谋求政治资本 这一言论引发了轰动 因为在这座言论受到言论受到严格控制的新加坡 很少见到上层社会内部的争论 更何况这两人来自被誉为新加坡第一家族的李氏家族的李伟玲的这种大胆质疑 揭示了他不愿屈服于家族权利的个性 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如何纪念这位新加坡的建国总理 李光耀于2015年去世后新加坡掀起了一波真挚的悼念活动 从民众长时间排队哀悼 到政府举办的各类纪念活动 甚至是同年被制作成了李光耀与妻子的蜡像 都无不显示出新加坡人对这位不凡领袖的怀念 然而李伟玲认为过度的纪念活动与李光耀的遗愿被道而驰 她在脸书上直言 如果父亲在世 绝不会希望自己被如此过分的祭奠 她的言论中有一段质地有声 过犹不及不要让未来的新加坡人觉得 父亲一生都是为了打造一个王朝 而不是为了新加坡的福祉 李伟玲还指责某些媒体对政府的盲从 拒绝刊发未经修改的稿件 她在一次与媒体主编的交锋中表示 她的哥哥李显龙在父亲去世后一年内就满用职权 就让她感到愤怒 如果政府真的想要创造一个朝廷 她作为李光耀的女儿 绝不会允许父亲的名字被玷污 对此李显龙已发表声明驳斥 称这些指控完全不属实 政府在纪念活动中的表现是总体上恰当的 李光耀生前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她不希望新加坡因她而泄入偶像崇拜的危机 她主张领导者不应被奉为神明 因为一旦去世 再找一个同等领导将会极其困难 她甚至要求在她去世后将其故居拆除 将其故居拆除以避免成为朝圣之地 这种看似冷酷的愿望 事实上是她一贯务实的体现 李伟玲与李显龙之间的争执 也让新加坡民众深思如何去纪念 这位不苟元校的领袖 有人认为纪念过度了 应该让李光耀在天堂里享受两天亲近 但也有声音指出 李光耀不仅属于李家 更是属于新加坡全体人民 正如一位网友所言 李伟玲没有意识到 李光耀不仅仅是她自己的父亲 她是我们所有人的领袖 李伟玲的去世 表指着新加坡第一家族一段传奇的结束 但她以其特立独行的姿态和对真理的坚持 成为了现代女性的一个典范 这位不畏权势 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性 过去正是用自己的方式 为新加坡书写了另一段历史 她以其独特的方式 继续影响着人们对李光耀的纪念 也为新加坡未来的前行 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李伟玲 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女儿 于2024年10月9日 在家中去世 享年69岁 她的弟弟李显阳 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了这一消息 并引用了李伟玲 在父亲私人葬礼上的道词 称自己无法像姐姐那样坚强 李伟玲是新加坡一个显赫家族的成员 其父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建国总理 而其兄李显龙则是新加坡的现任总理 她不仅是一位知名的医生 还曾在报纸上撰写专栏 李伟玲在2020年透露 自己患上了进行性和上麻痹 这是一种严重的脑部疾病 症状与帕金森综合征类似 会影响肢体的行动 快速掩动和平衡能力 最终可能导致吞咽困难 窒息肺炎和死亡 李伟玲的去世 引发了家人与社会各界的关注 李显阳在复告中 请求外界谢绝送花圈 并将上款捐赠给几个慈善机构 包括新加坡加诺撒传教会 帕金森士病协会 及Total Wellbeing SG 以此纪念李伟玲 李伟玲和她的家庭 在2016年 曾因对李光耀的纪念活动 产生争议 这场争论 引发了新加坡社会的广泛关注 尤其是李伟玲公开反对 对李光耀长时间的纪念活动 认为这些活动 可能会扭曲她父亲的真实意图 她认为 李光耀的一生 是为了新加坡的发展 而不是为了个人崇拜或政治遗产 李伟玲曾指责她的哥哥李显龙 利用纪念活动 谋取政治资本 这一言论在新加坡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李伟玲的言论 反映了她对父亲李光耀遗产的理解 和对新加坡政治现状的看法 李光耀是新加坡的缔造者之一 她以强硬的政策 和对国家发展的不懈追求而闻名 在她去世后 新加坡人民曾纷纷悼念这位领导者 政府也组织了多场纪念活动 但李光耀本人 在生前对个人崇拜持反对态度 并希望她的故居 在她去世后被拆除 以避免成为崇拜的对象 李伟玲的去世 不仅是其家庭的损失 也是新加坡社会的一次沉思 尤其是在如何平衡 对历史人物的纪念 与避免个人崇拜之间的关系上 她的言行 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她对父亲遗产的珍视 及其对新加坡未来发展的期望 她的声音 曾在新加坡社会中 引发了对纪念方式的反思 也体现了 她作为李光耀后代的 独特视角和个性 李伟玲的立场 彰显了她的家庭观念 和对父亲遗愿的尊重 她的批评 不是出于个人攻击 而是对将李光耀偶像化的反对 这其实是对其父亲立场的忠诚体现 她从未否认 李光耀对新加坡的贡献 但她反对的是将其神化化 以家族为背景的争论 反映了李光耀的真正遗产 是其价值观 而非政治权利的延续 哎呀 楚天书 你这浓烈的家族情怀 让我感动得快流泪了 但事实是 纪念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和激励新加坡民众 尤其在李光耀去世后 这是给人民的精神支柱 李伟玲的反对声 虽然有其理由 但她的立场过于个人化 忽视了李光耀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力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像他那样低调 人民需要英雄 需要偶像 这也是现实政治的一部分 谢琪琪 你说得固然不错 人民需要精神支柱 但不是通过将一个真实的人物变成神话 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历史的扭曲 把李光耀塑造成完美无瑕的形象 反而掩盖了他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复杂性 和他面临的实际挑战 李伟玲的反对是提醒我们 要忠于历史事实 而非创造一个不切实际的偶像 楚天书 你的理想主义我还是得佩服 但在现实中 偶像化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凝聚力 看看毛泽东 甘地这样的历史人物 他们被神话的过程 并没有削弱他们的历史地位 反而增强了国家的认同感和团结心 李光耀的贡献毋庸置疑 反对纪念活动 就像是在给新加坡的未来发展泼冷水 而不是理性的对待历史人物 当然 谢琪琪英雄人物的确有其凝聚力 但过度神话化可能使人们忽略了个人努力的重要性 和国家发展的持续性 历史人物应被视为人类 而非神奇以此激励每个人为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李伟玲的立场正是呼吁新加坡人不要盲目崇拜 而是要吸取父亲的实际精神 为国家做出理智和建设性的贡献 嗯 楚天书你的观点充满了智慧 只是有点乌托邦话 人民需要的是情感上的寄托 而不是冷冰冰的理性分析 李伟玲的言论无疑是理性的提醒 但我们不能忽略普通老百姓情感上的需求 人们需要一个象征 一个标志来团结他们 而李光耀作为国家建设的奠基者再合适不过了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李伟玲的世事是新加坡政坛一大损失 尤其是对李世家族而言更是一次情感深厚的打击 作为李光耀的女儿 李伟玲虽然一直低调行事 但她的影响力和作为依然深深地刻在新加坡的社会和医学领域中 李显阳在复告中引用了李伟玲在李光耀葬礼上的一句话 我不能崩溃 我是个客家女人 这句话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坚强的宣言 更是对李伟玲一生坚持不懈精神的真实写照 她患有进行性和上麻痹 这种疾病不仅对身体造成极大痛苦 更是一种无法治愈的折磨 但她依然以坚韧的态度面对生活 与李伟玲在医学上的贡献相比 她在家庭和政治上的角色更引人关注 2016年 李家兄妹的争吵震惊了新加坡社会 在这个言论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 来自第一家族的公开争论非常少见 尤其是在一个家族中不同的观点展示出如此激烈的对立 李伟玲指责新加坡政府利用对其父亲的纪念活动 谋取政治资本 这一观点直接挑战了她的哥哥现任总理李显龙 这种家庭内部的分歧不仅引发了新加坡人的关注 也让人们思考如何适当纪念一位重要的政治领袖 李光耀被许多新加坡人视为国家的奠基者 他的去世引发了新加坡各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 然而 李伟玲对此表示反对 他认为这背离了李光耀一生低调 实事求是的原则 他坚决反对任何仕途将李光耀神化的行为 这种观点在一个崇尚个人成就和领袖魅力的社会中显得尤为坚定 李伟玲的批评不仅是对纪念活动过度的担忧 更是对其父亲遗愿的捍卫 李光耀生前就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并表示希望他的住所在他去世后被拆除 以避免成为崇拜的对象 李伟玲的去世也让人们再次讨论 如何在不违背其父亲意愿的情况下纪念李光耀 对李光耀的纪念活动不仅仅是对他个人成就的认可 更是对新加坡历史的一个重要主角 然而 如何在尊重历史和个人遗愿之间找到平衡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李伟玲的声音虽然已经消逝 但他对纪念活动的批评依然让人们深思 在一个需要偶像和标杆的社会中 如何适当地纪念一位不苟言笑 反对个人崇拜的领袖 是一个值得持续探讨的话题 在这种背景下 李伟玲的去世不仅意味着一个家庭的悲痛 也是一种对新加坡如何看待和尊重历史的反思 他的批评和坚持体现了一个 渴望与其父亲一愿保持一致的女儿的坚强精神 李光耀的遗产不仅仅在于 他为新加坡所做的贡献 更在于他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深远影响 李伟玲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但他的声音和信仰将继续在 新加坡的历史和未来中回响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爱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实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Ryu不是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RyuDyu Will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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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